有話對你說台北戰一樣國旗哥開場現場擠滿民眾 郭台銘再度強調總統不該把台灣帶往戰爭邊緣 為什麼一定要買武器 為什麼一定要戰爭 跟美國的交往不一定只有買武器 是一個你輸我贏的 零和遊戲 只有我們幫他來合作 幫他投資 美國也要發展經濟 演唱前PO了鋼索論 把美中比喻成兩巨人拉鋼索 台灣就在這上頭 而且危險的情況 台灣應該要保護自己安全 越往中間靠越好 只是先前對手侯友宜才引用杯子論 來表達兩岸立場 難道是在互尬理論嗎 我想什麼理論沒有用 最大是我們要尊嚴的和平 一句話簡單帶過 只不過兩方都在爭取黨內提名 沒競爭不可能 但郭台銘強調跟侯友宜的競爭 是兩性的 我跟侯市長除了團結就是合作 你們不要見鋒插針 至於被問到如果最後沒被提名 是否會轉向民眾黨 郭台銘這麼說 最起碼我要在泛南能夠出現 如果我沒有出現 我覺得那我就會盡全力的 支持國民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答應我的承諾 我不會更改 這話似乎表明郭柯河不在2024選項中 和畫風一轉 炮口對向民進黨 949年打敗國民黨是共產黨 那麼今天民進黨要打敗 國民黨還是這樣隨學 我沒說 郭台銘憑出招 爭取藍營支持者外 更想當非綠大聯盟的畫室人 這位選人 傅廉華無愧 原狀害於SNG小組 台北常不倒